這裡我們可以看看 Z是一個純虛數 我們就要找回A和B的比例 大家要留意A和B是並非0的實數 第一步我們就不用理會那麼多 就是把這個顏色爆散 分開I和不是I的唯一組 分開實數和虛數就可以了 第一步我們就要分開它 就是普通的分解 其實是 這裡第一個是8個A 是減10個B 為什麼是10個B呢 原因是我們在這裡 其實I的二次方是等於負1 所以這裡就是負10B 剩下這兩個 我們就加回它 就是8個B 再加10個A 那麼多個I的 現在就來到重點了 由於它說過 這個是一個純虛數 那是純虛數的時候 即是說它前面這個實數 就是應該要等於0 才變成虛數 是純虛數來的 如果不是0的話 就不是純虛數 就叫虛數了 對了 所以要前面0 我們就要把這個 8A減10B 就要把它變成0 才會變成純虛數 在0的時候 8個A 其實等於10個B 我們把B 除去左手邊 然後把8 除去右手邊 所以我們就可以找到 A除B 其實呢 是等於5除4 對了 所以我們最後呢 看到那個 答案呢 A比B 其實呢 就是5比4 對了 我們這樣就會做完 這裡 順帶也說一點點 如果反過來 別人說 這個 這個 是一個 純實數的時候 怎麼做呢 對了 前面是說 純虛 這個呢 是說 如果假設人家 問你 純實數的時候 我們怎麼找回比例呢 那 純實數 即I那個 就全部0 所以呢 我們要把前面 這一部分 就是0了 8B加10A 就是0了 所以呢 我們8 10A 就等於 負8個B 把B 掉下來 然後呢 把10日 掉過去 對了 那我們就找到 其實A比B 約完之後呢 其實就是負4除5 所以呢 如果我們是純實數的時候 這個是答案 純虛數就是這一邊的方法 大家就可以參考一下